大家午安我們起來關心今天的天氣 今天天氣轉好當中 不過其實早上的時候在東半部 宜蘭這個地形還有花蓮 其實雲霧還是比較多一點點 那今天整個白天的時候 西半部都晴朗了 有陽光出現了 預計未來這幾天 都是一個回溫的好天氣 各位可以看 台灣附近上空沒什麼雲氣 當然還是有啦 有一些地形的 因為開始吹微弱的偏東風 有一些微弱的雲氣會發展起來 但是大致上都很晴朗 週末的時候有一點東北風會下來 稍微涼一點點 但是其實都不是太明顯 大致上未來這一陣子的天氣 會很穩定 持續到下禮拜三 下禮拜三是開始 有一波東北風下來 會稍微降溫 降溫轉正雨 所以各位我們看一下 溫度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其實這幾次降溫 都對整個日本 或是韓國或是中國的東北 造成滿明顯的這個雪勢 台灣這邊真的好溫暖 連同這整個南亞這邊 簡直就是不像是冬天 標準該有的溫度 非常的溫暖 這是好消息 但是說真的是壞消息 因為這個對很多農業影響蠻大的 各位有沒有看到 下禮拜預期可能有一波 下下禮拜有一波冷空氣在降 但是後期變動比較多 所以預計這樣溫暖的天氣 可能都會落到 是1月中旬的時候 這個是目前初步的預測 請大家要心裡注意 這不是一個好消息 這麼暖的這個冬天 其實這個天氣在今天來說的話 北部預計的溫度都還滿舒服的 請大家好好把握 可以洗衣曬衣外出走走 但是要注意啦 最近的流感增加很多 因為經過這個元旦假期的群聚效應 其實這樣的情況 外出的說還是要留意 南部的溫度也是慢慢的在緩回升當中 一直到下禮拜三 所以請大家好好珍惜 最近比較穩定的天氣 東半部還是偶震雨 不過這個水氣都不是很多 就有地形上的降雨 西半部非常晴朗 那今天晚上各地天氣都很好 涼涼的感覺不是很冷 明天白天也是一樣開始大幅度回溫 23 23 24 26度在屏東26度 其實這個是很溫暖的溫度 那東半部呢偶震雨 但是呢大多數是地形的這個震雨 其實跟那種東北風的降雨不大一樣 我們要很建議 持續回溫好天氣到下座山 下座山是另外一波冷空氣南下 稍微溫度略降 北東偶雨 那這個下座末又在回溫 所以最近的天氣呢 其實都很不錯都很穩定 這是好消息 但是說真的也不是好消息 請大家多留意了 尤其是農民朋友 要預作暖冬的一個準備